新的扇子我买了好几只 从大陆寄过来的 已经要十几天才能到 十天以上才能到 这个现在的两岸的货运已经很慢了 已经开始不通了 很多东西都断绝了 代表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了 我买了这个新扇子 那这一边是我写了我的著作 我该有的那些著作 我通通都写过来的 里面都是票 我其他新的扇子有新的票 我要再写上去 以知备忘 这把只是大著作 然后有些重点的票我要写上去 以知备忘 这个就是 平常的票 这个好我们接着看 在下 现在第四集 那个 第四集的那个陈碧露啊 那前一集我们讲他 他 他 朝鲜黄被骂匹夫 呵呵 自己对自己停唱 呵呵 全群臣一致 好你看 然后跑到后宫在那边 匹夫妈 匹夫妈 好甚至那个 他的妃子 把那个 那个 吃的端给他 他一手就把他剥开很凶 哈 所以说匹夫 看到这一幕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那个 以前那个人家说 韩国男人容易打老婆 韩国男人容易打女人 他 这也是小人行进啊 处处小人啊 女子男人 女子小人难养啊 当女子娶了 女子嫁给小人之后 就一定会有冲突啊 是因为双方都难养啊 哈哈哈哈 我真的没有笑你 你看我前一集 你真的是 如果真的有韩棒 听我的那个 节目 你真的不用生气嘛 对不对 我前一集已经告诉你 你们 就只有你们 韩棒民族 有做到延回的那个境界啊 群体的 我不是讲个人 个人 个人很多啦 个人中国人也有 但是讲群体的话 只有你们做到啦 啊 就现在是北韩金正恩嘛 北韩家族 北韩有做到嘛 那南韩走的是 不是延回的路 是道指的路嘛 啊 这真的是你们有达到那个境界 所以 中国人拿不到 这真的 官历朝历代 中国人拿不到 这一回你真的 真的可以 真的可以消一回了 你真的可以消一回了 你真的 可以跑到那个山东虚腹啊 跟你讲就只有我们是 你孔子讲的那个 延回的境界了 但只是你要跟他讲说 你是从小人部署练过来的 但是达到就是达到 你管他怎么来的 对不对 那个境界达到就是达到 那种 无庸置疑 无庸置疑 希望继续保持下去啦 因为你 我相信应该可以啦 我们 我公告之后 你们如果真的有韩棒的听众 广为流传 你们可以骄傲一回了 第六我们帮你认证 认证 我告诉你 也连习近平听了这个 他都不得不承认 说真的是 真的是 真的是 可见习先前跑去找 小姐会 比较慢见金正恩就错了 这是得隶属习的不对啦 你要先到盐回那边去 他是盐回哦 你要去感受一下 他们为什么可以全民都还那么开心 你自己 你的讯息一定比我明朗啊 你习一定是更清楚 讯息比我明朗啊 你一定 你应该可以直接去探 就 我连我这个外人一探都探出来 那个 北韩不愿意改革开放 绝对不是金正恩不愿意啊 他留学过瑞士嘛 你大陆人也劝他嘛 美国人又想办法利用他 他底下人不愿意啊 那底下人为什么群体都有那个精神啊 我上一集讲过啊 不重复啊 所以这个韩棒真的听了我的那个 这个你真的不用生气 你真的是 我还 我上一集还跟你拜过一回了 对不对 还拜过你 这是真心诚意的哦 不是不是不是虚心假意的啊 我这是真君子 跟你讲真的 那从这边可以看得出 为什么那个以前的韩棒男 明明很斯文 为什么会打老婆 他明明是斯文的 就是我讲女子小人难养也嘛 当女子跟小人凑在一起的时候 双方都很难养 那就容易起冲突 所以你 然后但是你要另外一个方向来 我这边有写他们玩了老师的一张票了 虽然是小票 小票 那也是票 那你就不要怪他说 他真的是有苦衷啊 因为你他出去到处都是小人啊 他出去做生意做做做事业 遇到都是小人啊 是他自己也是小人啊 小人一定是郁郁寡欢缺属小人啊 那我这个利益没达到 我那个欲望没满足 那看到老婆不能满足我欲望 就会这样啊 所以为什么会打老婆 这是会的 倒不是说他们有多坏 而是小人嘛 但是他们从小人到练君子啊 这一点要承认 这一点要承认 第二天就来谈分潮了 分潮是什么 就是要跟自己的那个世子啊 分开来各自发号施令 各自发号施令 这个这个又闹起来了 为什么各自发号施令 他知道说你们既然不愿意我去 我去明朝嘛 你们怕没有君主嘛 对不对 好我把儿子给你 我儿子给你 然后我我我我去明朝 他讲的总是就有点 他这个就不是那个霸王了 我前面讲他不是孤明学霸王 前一定讲的那个 不是哦 那个他是 学李隆基了啊 不是李隆基 呃是那个宋徽忠 学宋徽忠 赶快传位给 传位给儿子 有没有然后 自己当太上道君了嘛 就跑跑掉了嘛 让宋徽忠来担 但是宋徽忠 让给宋徽忠 他是让的干净啊 自己当太上皇啊 他 他割的干净 他不投机 就说我我搞了一个联金灭疗 失败了嘛 对不对 现在分潮 那我 太上皇 跑到江南去要避难 那 我皇位就直接传位给 给宋徽忠 现在就宋徽忠说了算数了 后来虽然说又再回来了 但我还只是太上皇 只是那个时候被金人抓走了嘛 就是灰青二帝 这个这个这个大家都知道 可是你不是啊 你让的不干净啊 这就是这又是证明小人行为 你以后让就让干净 他这个让的不干不净 所以后面的父子冲突 这后面有 然后 然后出来这个 这个柳成龙就在那边哀鸣了 哪里有这样的国家 哪里有这样的王 对啦你这句话或许对啦 哪里有这种国哪里有这种王 他是很感叹 认为朝鲜真的不行 可是你柳成龙要想一想啊 前面那个你朝鲜王讲的一句话也没错啊 我我会变成这样都是你们造成的啊 所以你讲你阿一鸣这句话你柳成龙也有责任啊 他会变成像是你们造成你们晚反之之啊 你你又不不设身处理意味而想对不对 你反过来想 你如果你是朝鲜王遇到每天都是那种那种那种选项都是假选项 哪怕停障人啊哪怕官人停障人都没有用流放人都没有用 打屁股是弄死都没有用 新来的一个党又分成两个 那两党制为什么叫党 哎 那我幻想起来啊 资资跟反资资都是党啊 都是党难怪我们要叫党 那个好像那个国外他们我们翻译叫党事上是就社团 他们应该是政治的一个一个社团 一个一个组织政治组织啊 那可是我们这个这个党 可见这也是中国制的啊 中国制只是他他的那个火力方向是相反的 火力方向是对的啊 我就喜欢他们这种 这个这个要要反之之 最好都不要玩 如果迫不得已要玩就一定要有反之之 你怎么可以让人民来来来承担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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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八王八王八戏对不对 最好都不要玩 所以这边 这个这个就是那个世代父母这边写啊 假设那就会出来哀鸣天崩堤 就是那个君王啊 君王他不理你们两个选项 他走第三条路自己在泡一个议题出来 就是他跳出反之之了啊 就是等于是皇上造反 他跳出这个圈子了啊 皇帝也可以造反反到这样啊 然后他跳出圈子自己设一个议题 然后自己设一个题我不是前面讲吗 他不是客观事件就一致反对吗 对不对 那接下来一致反对的时候他跳出去 我坚持我自己泡了这个题我坚持要怎么样 我 你们一直反对我丢一个理由给你们 就要搞一个分身嘛 所以他前面叫分潮嘛 搞一个分身给你们啊 我听你的但是就是那个分身听你的 我本尊还是要这么做 你跳出反这支游戏了啊 算你厉害 但是接下来所有人都会出现这一幕 叫做艾米天崩地裂 在中国是这样子 天崩地裂 朝代庚帝啦 皇天后徒啊 然后接下来就会有一些人 离心离德 所以他也不 所以那个直直他也不敢随便 随便说我不去做选项 他不敢 因为除非是逼到这样的 要他死了 他才会他才会跳出那游戏 不然他也不敢跳出那个游戏 不然他也不敢跳出那个游戏 因为接下来就会来这一幕 就刘成龙这一幕 世人在哀怨啊 不然就出去 我们中国人常讲的是什么 就是总为浮云能避日 长安不见死人愁啊 认为有奸命啊 要亲亲军策啊 各种说法 哎各种 啊接下来继续 呃 当时这边也是万力不愿意出兵 然后 实心间一直在劝他 这个就 这个 这个 朝鲜人历史就读错了 事实上当时 停役啊 是万力不要停役 就找内阁进来啊 然后就直接就独断前纲出兵 因为大致意见都 像可以了就要出兵 因为这件事情知事体大啊 那明朝那个时候 群臣本来也是反之之哈 但是他 那个时候他突然就不完了 可见你可以知道 中国的是受控的啊 他们是地域地域级别的 这边只是中 呃初阶级别的 普通级别的 他那个是朝鲜是地域级别的 那个那个玩法的地域级别的 这边的玩法还好啊 明朝玩法还好 但也已经够兔了 那这边 他就是想说你要记得朝鲜对我们皇室很好 啊 这个朝鲜 他这边讲 也许当时真的有这么讲啊 因为他在讲哦对 朝鲜对是确实对我们皇室很好 好这边这边 他的万历说他记得这个恩惠啊 那个 呃 他说好吧很好我就回回报啊 就准备出兵啊 但是这个 这个对我们皇室好在哪里就是一直朝贡啊 皇帝生日 皇后生日太子生日 这个这个一定都要来朝贡的 来来来来 平常也要来朝后来王 他就讲啊有一些就不要朝了 太子生日就不用了 那个 因为他来朝贡其实是为什么 为什么他朝贡那么勤 说是据宜尽啊 呃 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又是小人心理 因为什么 朝贡的话基本都要赏赐 就是说你来朝贡 我我我给你的钱要更多啊 中国要给翻翻更多 像越南是两年一共 你觉得为什么 因为他距离远 他说他距离远啊 虽然说也是中国的邻国 但是他要经过 到中原啊 路途遥远 中间要经过中国很大的腹地 路途遥远不方便啊 那就两年一共 那他们是一年三共啊 后来还还加那个什么共 那但是他他就是不要 不要 那个明朝我为什么不要减少 那就是我前面讲的啊 他女居心理他会欺负中国百姓的啊 他对你皇帝非常的公顺舔哦 对官员磕头哦 对对百姓就就就就很凶啊 就反弹啊 我们不要棒子啊 那个可是他又一直要来 他来的为 目的就是为了要做生意 就是要赚更多的钱 你会赏赐吗 然后我在中国赚一票回去 所以他要一直来 你就可以知道 什么叫做小人甜蜜蜜啊 你处处都可以知道那个 那个中鸡他的小人甜蜜蜜 你这个小人穷撕烂你都都可以 都都发生通通发生 没有一项不发生的 所以 所以后来那个朝廷就是到了明清都有过 就是你不要来那么勤奋啊 有些事就不准他们来了 有些就是不准他们来朝公 最后是说一一一年三公 后来好像有一阵子一年两公 一年两公 后来也有一阵子一年一公 不要那么跟我那么亲密 哈哈哈哈 可是他们还是要来供 因为你生日他还是要来供 然后他就想说 对皇帝个人来讲当然好啊 那个人来讲大好就是你 你记得我生日嘛 对不对 每年都要来这边甜言蜜语一番 然后现在算不用供女了 以前有一阵子是要供女 不用供女了 但是底下反男生应很大 尤其是中国老百姓啊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两面人啊 你看又是小 你对对中国的顶层人物 就是这么的亲近 对底层人物 对底层就就就就拿轮棒子 可是你没有搞清楚啊 中国真正的剩下是谁 他们这个只是代理人 啊 啊 这个 他那个老四心里就会想很多了 他看透你了 虽然说你也有你的优点 所以这是他愿意要 但是有时候他就他就会让你吃苦 他就会让你吃苦 因为他知道你你这是卑鄙小人 你这是 尤其对对上对下是走两面的 两面小人 啊 那这边看 那个 这边讲说我的军队孤立 那这就是那个什么 封城秀起派来的催战史 就小心行行长就大骂 难道我的军队孤立而死也无所谓吗 我死也无所谓吗 他就吵起来了 他一桌就说你去叫十天三成来 他说 我得继续进兵 我就继续进兵 让他来评论 你们根本都不知道情况 他为什么叫十天三成 因为他早就勾结好十天三成 这小机长就是这样子 他他会 会先讲好 埋暗庄 他对监军就反驳了 那这真实的情况是什么 他他早就勾结沈维靖了 早就出发前就勾结沈维靖了 这一点他没演出来 他把这边沈维靖把他给丑化 他丑化沈维靖 他这边丑化沈维靖 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 他演戏有时候也要改变 可能他因为他演的是陈碧露 那个柳成龙可能没有看出 小溪行长跟沈维靖早就有勾搭了 所以后来那个沈维靖才会被判处长 然后那个实行被连坐 拔关关到监狱里面 最后实行是死在监狱里面 病死在监狱里面的 就是因为他搞了这个金师大骗局 那时候小溪行长认为说 那那是他终于死的关了 他认为说我 你沈维靖被斩了 人头被砍掉了 那是因为你是中国人了 你被你们皇帝斩 我是大明我有兵 我在日本我吃的开 封城秀奇还是得乖乖听我的 没事没事 你说没事到最后还是被斩了 封城秀奇不斩你 德酸加康斩你 我好像在那个讲官员之战的时候有讲过 他最后也是跟着十天三成一起被砍的 还有那个和尚 安国斯灰熊三个 斩首还是斩了 他玩的太过头了 他不知道收 最后你还是跟沈维靖一样 那个时候他们两个就勾结了 因为他知道勾结曹先生没用 他就要去勾结那个中国人 这一点我就认可柳成龙他的妖利子 他有一定的程度 他 他会关键的他把 他在事先 就把关键的东西丢到关键的人手上 这很重要 你能够懂得先把在局势发生之前 要之前你要有预先 要有预知能力 至少预知能力是一部分的 一部分预知能力 但是然后你又能够找到一个关键的东西 事先丢到关键的人手上 那我就认可你 因为这个是很常有的那个中低阶妖魔的路数 哈哈哈哈 中低阶的啦 中低阶妖利的妖利的路数 那我就认可你 还有我把你我已经算很很很很 把你评鉴到很高了 也许高估了 但是我我就认可大概是这样了 大概是这个等级 因为为什么他不能再上去 因为他没有看透当时的局势 你自己身在那个时代 可是你却没有看出那个 那个小西行长可能跟那个沈维靖是勾结的 然后日本退后的原因 不是你那个朝鲜人怎么样 而是后面日本人背后有一股拉力 然后中国人那边有点怪怪的 他都没看出来 但是他至少他在水军 在那个在这个战局来讲 他在事先已经布置了那个水战了 所以在水战那个朝鲜没有一面倒 这个这个是他厉害的地方 好 这边就讲了 就是这是这是在那个 在那个李顺城这边 就来了另外一帮 一个将领 也是水军将领 叫援军 结果他他就 他后来就是把李顺城赶走自己来指挥 他就利用胆针嘛 这里就是反之之游戏 他不是好东西的原因 他 他 虽然有他的特色 但是他不是好东西的原因 他不是好东西的原因就是 会有缺陷 就是 你看遇到好的他会反淘汰 他会把好的淘汰掉 用烂的 用烂的 因为他会 他会走路数 那 所以这个援军就后来把李顺城的 的那个部队搞了 几乎全军覆没 他好像后来那场战争 李顺城只剩两三艘船 他重新历经图字还是打赢 所以这代表 他的那个战船跟战术 都是事先就有 事先就有 那所以我把这个工 还是归在那个 柳成龙那边来 而不是光只有李顺城那么厉害而已 所以我评价呢 韩国人也应该要服气哈 万一真的有韩国人看 因为之前评韩片有韩国人来看 我还不知道有男有女 还有女棒啊 不是只有男棒 还有女棒 我评价的很客观嘛 对啊 他们厉害的 你们韩国人厉害的地方 我还通通通都承认了 我还连说你是炎回都说了 说你们至少是北韩做到炎回了 那你看 这边就是讲说 明朝军队终于来了 5000军队到了那个益州了 他至少就稳定了 稳定了那个 初始的局面 初始局面就稳定 然后在旁边就在那边万岁 在那边扑 来救他的 那个 你看 这个时候朝鲜王大小眼称天降来了 你 那个 日本人曾经 那个 就是他们日韩在打 打网路嘴炮的时候 互相在配对方的时候 日本人韩国 前一阵子 前几年我在看他们在网路 有人截图那个什么 日韩之间在大规模的 网路在互相唾弃对方 然后 挖对方的历史蒼巴 那韩国人先是挖了日本人很多 那日本人就反击 那日本人反击就是 就有这一幕 就是说 你称中国叫 将军叫天将 称中国的士兵叫天兵 然后 给中国人共女 称 他真的很会是 日本人 他举了好多案例 然后最后还有举一些是 那个什么 现在的那个什么 那个 独岛 日本叫主岛 到底是日本还是韩国的 那个 日本人举出的那个一个影片 他举出的那个什么 对比那个 韩国跟日本各自取出的历史证据 韩国的图歪七扭八的乱话 那日本的评鉴的很精准 然后最后一页一页都是日本的那个 古迹的东西 虽然日本人也会造假古董 但是我整个这个气势走 那个航母走过来看 确实还有各种 评鉴确实 主导 早期日本人去比较多 早期日本人去比较多 因为韩国 他那个 他比较走延岸而已 但是现在 现在已经被韩国人抢过来 他利用你日本人不敢动啊 你日本政客腐败 现在的日本人不敢动 他就直接派兵去站了 而且在那边插旗子 直接驻人上 你看那个小人 真的 然后 跟中国不是也有一个什么 那根本不是岛啊 他跟日本人真的还是一个岛 他跟中国真的是 不是岛 是城在下面的一个岸礁而已 距离水面还有 那个 他直接在中那个插了一根那个什么塔 然后船在那边绕 说这不是中国的 这是韩国的 你说这是不是小人部署小人部署 这个心态到这种程度啊 这是南韩啊 南韩跟北韩交手的话啊 那个 他也南韩也是充分利用这个东西去画那个 可是北韩就故意画那个海域 你可以看一下那个盐平岛附近的 他们的那个对峙啊 也是这样子 然后 北北韩发现自己吃亏了哦 你利用美军的海空是优势当初抢了一些岛啊 啊 所以你看那个盐平你看 北韩 你们同样都是同胞 他报复你也是小人报复方法 动不动就给你炮击嘛 盐平老 只要不对就炸吧 把你炸死 B号的时候就闯过来啊 啊 他报复你绝对都是 都来这个的啊 所以他们会互相咬来咬去 都是小动作 通通都而且都很baby 很baby 很baby 然后你看他大小眼啊 那个他你也不要怪我这边写啊 你也不要怪他称称中国的将军叫天将啊 因为你朝鲜臣子给他很痛苦啊 前面前面的状况啊 所以他握住中国将军的手啊 表现的奴言卑弓 你救我 说一起来先吃个饭 要希望他变成直接保护 可是当时 那个这边掩饰说他 他要急着要立功 他要南下去打日军 我只要打日军你就安全了 日军是会往南逃走的 然后他马上想说我要马上对你报恩 我还没打你就说要报恩 这就有点怪怪的 那当时明朝是禁止官员久呆久呆 久呆待太久 这个这个规定就是我前面有提的 就是怕你这些官员要共旅 会跟他要共旅 然后他们一定要报用用案例报复 这都知道了 就是不要你久呆 你赶快去打仗 打完仗就走 因为 为什么 对这些官员来讲 他们可能有些也有耳闻 我 你皇帝不要共女 那是因为你皇帝女人多啊 我自己有不要说有这些底下有些士兵的啊 哪怕是有些将军他也他也没老婆 有些当了校校尉或是将军的啊 甚至当上将军搞不好有一个老婆 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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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皇帝 或者是他也没老婆 单身的也有可能啊 因为武夫嘛 那时候崇尚斯文 那说不定他们也只娶二房啊 就是娶二婚的被人休妻的都可能 这些将军 那我要牺牲生命来救你国家 不可以拿任何的东西啊 朝廷你皇帝不要共女 你们你不缺啊 你皇帝不缺啊 我缺啊 那我要替他去死 为什么我要白白去死 就这个道理啊 这不是和平时期对不对 和平时期的话 我没有立功 那无可或非 这后面就演 就演这个心态了 等我看 到最后 后面好 我记得是后面的 后面 所以他就 怕女人你赶快去赶快去 不要免得 叫做日久生变就是 你跟小人相处久了就会 就会出事情了 你赶快去打仗啊 你一定会要他的女人 你要他的女人 你看他怎么拿捅你 到时候他捅不到你 他不敢捅你啊 那就 就对我们不利啊 他来朝贡的时候 来中国朝贡的时候 就会搞一些有的没有的 惡血烈击 然后就被叫棒子 所以那个时候可能也是老百姓的 那个 有些人知道了 要朝廷这么做 那朝廷就 就这么规定 你赶快去打 不要窘呆 也不可以讲太多话 他就说好 我马上去平壤城 如果要宴会的话 就不要在这里宴会 他本想就在这里宴会 朝鲜王 他这边演其实很丢朝鲜的面子 你们韩国人是演的 很丢朝鲜人的面子 很丢脸的 然后就说宴会要安排在平壤城吧 然后他一走 将军一走 他就是说才五千兵啊 就马上又继续说 我已经分潮了 然后我朝鲜王 我要去辽东 什么 朝鲜王想要来辽东 这个是真实的 他其实不是说想去辽东 他想直接到北京去 北京来最安全 然后顺便在北京逛 平常也不能来 都不能来 只能靠死劫去 死劫来来回回 那他是不可以随便入朝的 除非有重要事情 他可以到北京来往 然后他也 他也不怕丢脸 因为你如果来北京的话 来辽东谁来安置你 那不好伺候啊 毕竟你是个王啊 你不好伺候啊 那就有可能到北京来 那到北京来的话 你一定要见万历皇帝嘛 你那个宣祖一定要见万历皇帝嘛 那你见到万历皇帝一定是磕头 还要跪舔啊 一定要磕头啊 因为因为这个是民愤就是这样子嘛 皇帝你是王 我是皇帝嘛 那你一定要磕头 跪舔 那他不怕丢脸啊 他不怕 因为反正本来就是 就是就是蜀国啊 那什么关系呢 所以他就 但是万历皇帝不要 为什么 因为就是怕他赖在中国不走了 然后就会纠缠朝鲜的那一阵 他想来北京 肯定他想来北京那个时候 他说是到辽东 事实上都是个假带称呼 他从辽东就 啊带来就直接进来了 反正距离也不会很远 通过一个山海关嘛 他就直接进来了 然后进来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第一个安全 第二个他可以 自己得到更多的资源再回去 这是他的想法一定是这样子的 你在北京人都已经来了 跟皇帝在那边磕头了 皇帝就说 那我只有给你更多的钱 还更多的军粮 更多的部队 对不对 那就不用靠使节了嘛 就可以直接沟通了嘛 直接沟通到更多的部队 反正不用脸皮就好了嘛 他也不用脸皮啊 对不对 在你这边名正言顺 那他就可以得到更多 他的想法 但是中国一定是怕他这样来 你一来可能会纠缠很多事情 为什么会怕他来 距离那么近还不要他来 这怎么回事 那就是怕他纠缠事情 小人穷斯烂尼啊 结果这边就讲了 叫他到宽殿堡去住 就是那个 在 亚利米江北边 算是靠近女真族那边的一个破旧衙门 先待着 啊 啊 啊 的理由 万利这边的理由是说 给他尝试一下 那旁边就说 这对他是一个极大的侮辱 羞辱啊 对朝鲜王羞辱可能不要啊 那万利就说 就侮辱 就侮辱 为什么要侮辱 他就会学习忍耐 坚强 最后 他才能够壮大 坚强起来 他太软弱了 连万利都说你软弱 他想说啦 要他坚强就在宽殿堡呆着 呆着呆着呆着 呆着呆着 呆 啊 又是 小子 你看处处都是这样 你难道没有一点君子的那种 你看 因为听到说去宽殿堡 这对他是侮辱 但是他不敢生气 因为是皇帝必须下降的 不敢生气 然后就在那边 安一鸣 不可以这样薄情对我 你看是不是小人会讲的啊 我以前的同学有这样子 你竟然如此 我平常待你不薄 哦 你这样太无情 太无情 呃 对啦 然后开始数了 他说我们历代将朝贡 甚至有贡女 你竟然这样对我薄情啊 我猜真实情况一定是大骂的 一定大骂 你对我如此薄情 如此薄情 小人甜蜜蜜 他一定要黏在你身边啊 小人他不怕向你跪舔嘛 对不对 但是他一定是要小爸爸黏到你身边啊 这才是他的目标最大好不好 哈 他才可以达到他的利益最大 但你怕 你怕纠缠 不要他来 不要他来 他骂你薄情 你看是不是孔子讲了一句话 叫做 为女子晓得难养也 对不对 亲则不逊远则怨 这就是来了 你拼人 你如果太亲密他 就是假设黏在一起啊 黏在一起 假设万历皇帝真的同意他来 好了 然后 日日夜夜都是兄弟在那边称呼来称呼去啊 黏黏腻腻啊 然后 最后甚至什么妃子都互相交换了 搞到这样他不是不会哦 然后 到最后他就觉得黄帝是很信我的啊 那他走起 他又是 他又是王啊 他又是属于属国的那个虽然是外邦哈 但按照李治来讲他比你的那个 那个亲王还要再大一点 就是比你的那个什么 明朝自己的那个中亲的王还要再大一点 在李治来讲 虽然他不亲 但李治来讲他比你大一点 那他一定是在在明朝 北京那样很消啊 那你明朝皇帝对他一定不敢怎么样的 那就会不逊久而久之他就对你皇帝就 你万力也不过就是这样子的人嘛 哈 你看 哈 好色之徒 私下就议论了 这叫轻则不逊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你看远 像你刀宽恋宝你不要靠近我 然后就开始怨恨你了远则怨啦 如此薄情 如此薄情 好下一幕 接下来 他的臣子 果然来啦 远则怨嘛 你讲薄情 你才派兵救他马上说你薄情 然后接下来有人就接口 韩帮多难相处 有接口 你说请祭出这一份的薄情 要牢记明朝对我们的薄情 我才派兵救你 你马上 你看他马上就开始在 先不祭恩先祭仇 缺属小人 不祭你的恩 你看这个嘴脸 你看这个嘴脸 他先祭你的仇啦 欺你的仇 要牢记明朝对我们的薄情 他上层一定是先祭贺你的 他只是在史书上面 是写说我们牢记明朝对我们的恩典 所以我们按照礼仪要一直叩拜 你可以去看人家南汉三层 他牢记明朝的恩 要扣 他扣也只是扣给谁看的 扣给当时来包围南汉三层的皇太极看的 代表我还有靠山 我还有靠山 你要先打印他才能来对付我 他的心态是这样子 因为他平常也不会那么认真去扣 也不需要认真去扣 那个时候为什么那么认真去扣 就是朝着北京方向一直磕头 他其实也是用底的 也是要表演给黄太极看 他想把那个 我就不要去拆 变免得我也变小人 但是你看这一幕 他先祭你的仇不祭你的恩 所以说老师一看真的是有特性 有特性 因为 因为才没有 没有多久的时间 我才刚派兵过去 你马上说我搏琴 结果就是这个 中间一英国国不重要 太和殿下亲自派大规模战舰 这个是那个 就是那个七本枪 七本枪的 他要开战了 然后 这个时候关键值就发挥效率 因为这一仗打败之后 那个日本人运兵运粮过去 就会变得很缓慢了 要避开李顺城的那个游击防区 他的海上游击防区他要避开了 就尽量而且要重重重重重重防护 才能把兵跟粮运过去 不然会随时会被打掉 所以这场战就打起来了 所以李顺城我这边写他在朝鲜的地位 会有点像是在中国的那个岳飞了 岳飞了 岳飞了 这一点要承认 他使用的战术就是这个 就是左右包夹 他是龜甲船 他船比较小 所以他跑的比较快 他可以很快 很快就两面就给你彻翼包抄 然后我开炮 船虽然比较小 但是他机动灵活 他就先开炮了 最后整个 关键器械就是那龜甲船 和那个震天雷 关键器械就发挥作用 那 这个日军的那个 海船在这里就 被打了很多花流水 那伤亡不太成比例 就变成海战跟 陆战的结果是相反的 陆战是朝鲜 伤亡不成比例 都跑光 不是跑光就是死光 那 在陆战是相反的 在海战是相反 他打赢 这就是关键人物基本操作 我前面也提过 好接下来 你看对自己人也是这样 说要分潮 好然后发现自己去不了明朝了 好 到不了明朝的时候 又说我要收回这个 分潮的权力了 这我就不提了 去看 接下来这个 小西寻厂 指责他旁边那个和尚 你为什么没有和谈成功 那个 实际上 他不会这样做 因为他 他早就已经勾搭上沈维静了 所以 你跟朝鲜 谈没有成功 他心里也不会太在乎 好 这个 派出了这个 和尚 高僧 是假高僧 他也没有 没成功也无所谓 没成功也无所谓 因为跟朝鲜先生实在很难谈 这个日本人自己知道 这是日本人 你也领教过他的小人部署 他连对中国皇帝都这样 对你那算什么 他连对万历皇帝都这样 然后这边 封城秀琪已经气到说 他要亲自出征了 那个 谁都不要劝 他这边就 来帮他 要走了 结果他那个千年利家 一直在提德川家康 德川家康 德川家康 不要走 不要去 这我在之前影片有提过 在当时德川家康不是真正的关键 当时不是真正的关键 德川家康是冷眼旁观的 旁观的 而且 而且他也 知道其实 自己会不会卷进去都不知道 因为战争结果还不知道 自己会不会卷进去都不知道 那个 关键是在日本天皇那边 关键是日本天皇那边 我提过了 那 德川他这边是分析德川的性格 这个这个你们自己去看 那我 我就不提 关键 关键不是德川家康 是当时 现在不是 这是事实 这一幕 就是说 现在是不是该去平壤了 这是朝鲜的一个将领在 在 在 催催战 他在催 明朝军队赶快去打 赶快去打 你看 你们的王才 握着手 说天将 天将 接下来 底下的这些奴才 就 嘴脸就 就不是这样 就跟明朝将军在那边 扯这些扯东拉西 你是不是赶快该去平壤了 他在你王那边已经讲说他要去平壤了 已经往前行了 然后他就在逼你明朝皇帝赶快去 为什么 小人心里怕你待久了 你是不是想要什么东西 你很难很受不了他的氛围啊 所以我记得以前那个 那个 那个以前有人写了一本书是就专门 他是韩国华侨 韩国华侨我也认识一两个 我等一下再讲 我之前还在我做认证的时候遇到韩国骗子 韩国骗子 我等会儿再讲 太经典了 我没有认识几个韩国人 可是我竟然就可以接受到韩国的很多那种很奇怪的恶血猎迹 我真的很奇怪 但是但是我 你韩国人也听我的节目你真的也不用生气 首先我讲的一定是事实 第二个我也称赞了你们的优点 你们的优点 能做到中文做不到的事吗 我讲过 但是你这个 他这个氛围就底下制造一个氛围 就逼这个明朝将军赶快往前冲杀了 他怕你明朝军队跟我一样 在那边 跟朝鲜军队一样 就不肯卖命 他要你挡在前面去送死啊 那所以你现在知道中国的将军去那边的时候他 接受到这种氛围他一定会跟你要供女啊 他一定是没有机会就算了吧 要不到就算了 但如果有机会他一定要啊 为什么因为你这样对我 你要我去卖命啊 都每个都要我去卖命 我总该拿到我该有的啊 换成我也这样啊 换成我你叫我去好我去 来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 我一定跟你这样讲啊 军事军事的问题之外我个人也要有啊 你我我还没去我我我以为小人暗示你啊 要我去打可以啊我还没结婚呢 我还我还没有碰过女人啊 我是出男啊 哈哈哈哈 我就暗示你把我想办法弄到啊 有什么一个满意的女性啊 把我弄到不是出男的时候啊 我就我就会拼命往前冲了 那我该拿到我要的啊 一定要跟他收取贿赂啊 要钱啊要什么啊 我当时是一个军队纪律的 所以他也不是很方便 所以当时我认为当时的明朝将军 军队 军队一定是很很生气的啦 很气的你看 就来这个嘴脸 好去去去去 他是跟他反驳说去就去了 但是还是去了啊 就去了之后中了埋伏了 哈哈哈哈 就是认为说他他这边演说是有奸细 就是横奸 他把把这个第一波明朝军队重埋伏全军覆没的那个 那个罪责推给韩奸 就是有韩奸 还说哦 日本人跑了 那个 你们可以进去 他把他推给韩奸 而事实是不是韩奸 也许是啊 但是 但是 我看了另外一则记录啊 是是中文记录就是 急着他 他主持人急着往前冲啊 急着往前冲 结果往前冲 结果就是进入到城里面的时候就被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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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寇的 叫順窩 那其實就是最早的皇民 最早的皇民 順服他們的百姓 你看他把 這個人就講說這些傢伙真的是很可惡 把明朝皇帝害死 把明朝軍隊統統害死 也許是順窩了 也許是順窩的錯了 但是不是你剛才那一幕 那個一直吹戰吹戰吹戰的 那底下那一心 那個氛圍 難道沒折戰嗎 這四千人就這樣死亡亡 然後打贏之後打一名朝軍隊的時候 日本信心就穩定下來了 穩定下來之後 就沒有繼續北上了 因為 這邊韓國這部片的解釋是至今至成 也許就是從柳成龍沒看出來的 柳成龍沒看出來 為什麼當時的倭寇已經來 為什麼不繼續北上追擊 因為當時有可能就會把朝鮮王抓起來了 因為他到益州就只要一天的路程 就平壤快速 走快一點的話 一天的祭兵就馬上就可以把 把那個 衝到益州 然後他又不能夠 隨便渡江到明朝那邊去 能不能抓到就有可能 結果他還說是個疑問 實際上我已經講過了 我在房大武器有提過 不用什麼疑問 他勾搭上省為勁了 那時候已經勾搭上來 因為原因 中意志的父親 已經先到中國那邊去了 也是透過上人的那個 船 到中國那邊去了 跟在北京 早就打了 有了勾搭了 所以中意志他在這裡 他不是那麼被動的 他跟小七行長合作 他早就已經透過很多人脈關係 在北京有人脈了 所以才會勾搭上省為勁 然後這邊你看 打輸了又哭了 這都是你底下的人造成的 他又馬上哭著抱著他的妃子 哭了又 輸了死了 自己會不會又要被活捉了 竟然被倭寇打得全軍覆沒 你底下的人一直催他去啊 組成軍才會全軍覆沒 然後 那接下來來了 小人窮斯拉尼 小人窮斯拉尼 另外一個面子 一個通通練會了 他要找奴爾哈赤了 明朝靠不住要靠清朝 那時候叫厚金了 那時候他也不叫厚金 那時候人叫他金人 就是金人 金人 一聽到金人就很恐怖 因為那個宋朝的史書嘛 金人 他是女真 金人 雖然那個時候如果還是算是明朝的 明朝的那個基迷的那個 控制的 控制的 算是明朝軍隊 如果哈赤那個時候算明朝軍隊 但是明朝知道他只是只是少數民族規劃軍 要是屬於規劃軍 那隨時是可以 隨時是會不聽話的 但當時他的實力很弱 但他身邊已經有那個范文誠了 已經有范文誠他做 所以你看 他開始 小人窮吃爛飲了 他說我要接受努爾哈赤的建議了 剛剛他馬上說告訴努爾哈赤 我沒接受他的提議 因為那時候努爾哈提議 我算四萬大圈來救你 他本來說不要不要 你不要來 你不准來 那時候也是怕努爾哈赤 請神容易送神難啊 他怕這個 那個 但是問題是 現在這個時候 小人窮吃爛飲了 但他不接受 那個 那個當時為什麼 我懷疑就是范文誠在聳動努爾哈赤的 范文誠聳動努爾哈赤說 朝鮮一定要救 朝鮮要救 但是那個而且 很奇怪的是 努爾哈赤也沒有提什麼條件 也沒有提說我救你的話 你要給我什麼 努爾哈赤那時候實力很不強 說四萬其實我認為是實力還不到 還不到四萬 頂多就只能 擋住封城秀奇幾回而已 我認為 因為封城秀奇他的他的部隊還是有火力的 努爾哈赤頂多就是蕭勇善戰 還有那個忌兵 沖殺 但是 就打出朝鮮半島是肯定做不到 但至少可以就 打到三八線可以 以他的 努爾哈赤的實力打到三八線可以 當時 打三八線可以 當時的那個力量來計算應該是可以的 那可是問題他為什麼很快有這個遠見 他是先前就開始 范文成 他認為一定要先救 一定要穩住車椅 你才能夠突獵中原 穩住車椅 這想是這麼想 但是我猜就是老式的感應 讓范文成去做藥 讓呂真兵也可以救你 對不對 不只明朝能可以救你 呂真兵也可以救你 那個他想保住朝鮮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諾哈赤的那個計畫 老師要執行 就是整個長城周圍所有民族 通通給我捲進來 這是諾哈赤的計畫 范文成給他的 所以范文成的妖利我來評鑑 呃他至少有個丁級 有個丁級 有丁級 接濟丁級的 可是他因為為什麼我沒有把它評鑑到丁級 原因是 沒有到孫文那個等級 因為我認為范文成 他的那個長城局 雖然是 終結 長城局 終結 其實可以到丁級 因為他終結長城局也是一個 一個原件 可是我認為 沒有明顯的證據證明 長城局 他他有識破 只是他戳奴哈赤起來 是一個高招而已 所以保守估計他就有個丁級的 加一丁丁的丁 中上 你看這底下 這個反對就對了 他堅決反對胡迪 他說 實屬讓人懷疑自稱是原 他說已經有明朝的援軍 他裡面有句話講對 你已經請了明朝 你再去請努爾哈赤 明朝皇帝怎麼看你 你有人了嗎 不用我 那你就只能幫努爾哈赤了 那胡迪哈赤說一是一說二是二 他絕對 明朝皇帝會忍你這個小人不數 諾哈赤絕對不忍 這是肯定的 諾哈赤絕對不會忍你這個小人不數 你跟他來這邊那個甜蜜蜜 然後之後再來數落 再來怎麼樣 他絕對不容忍 他會一刀就跟你批掉 你朝鮮就沒有了 那後來就是這樣啊 你看 所以他說你他不要面對努爾哈赤 可是努爾哈赤不來 黃太極來了 而且就是這個人懲窩亂之後 後來就鬧了一個名子胡亂 不是嗎 南漢山城 南漢山城 黃太極來了 你還是要面對 那個 他跟黃太極之間那個 也是 也是這種心態造成的 所以黃太極才要打他 但是黃太極就是看他 一直咳 這樣咳就就就就就就就放手了 因為他 大家知道嗎 四十五者為君傑 四十五 然後這邊就是那個 他跟十天三成 兩個人氣味相同 就說共謀和談 這個 所以沈為敬的事情 十天三成肯定知道 肯定知道 而且你看哈 沈為敬也是商人 他會講日語 這就很清楚了 他會講日語 又是商人 然後在北京 北京自動投書 願意接受這件事情 這就很可疑 這很可能就是 小蝦行長甚至 十天三成 跟小蝦行長甚至可以 把他認識的一個中國商人 合作給他 給他什麼 機會 讓他去當臨時的雇員 臨時的一個官僚 臨時給他的一個官位 那 就專門處理這件事情 那當然他不是正統科舉上來的 就臨時為了要處理這件事情的官位 那 那就有另外一種可能性 就是日本人 造出一個中國官 那就是這個手法 我就懷疑是那個鬼天皇常常會搞的 因為你看那個 支田信長還有最前面那個市定幕府的竹立毅滿 他身邊就常常會造出一些人靠近你 你都不會去拒絕的 所以我說那是皇家機關 他們的天皇的皇家機關 不會去拒絕 像沈維新那個時候 他知道你明朝可能缺日與人才啊 那有人要來談判啊 可能跟中一支那邊就掛勾好 有人要去談判 那沒人懂日語不行 那就來一個 沈維靖 然後沈維靖又親自去投書 然後他又是商人 又是浙江的商人 那浙江商人常常跟日本的商人有往返 所以他就懂日語 那當然一定也會認識同樣商人出身的小七星長 說明他們兩個早就是老朋友 就有可能 早就是老朋友 把他老朋友叫出來 初冬一個 然後日本天皇再透過這個小七星長 你這個大名對不對 你 推薦了這個傢伙 那他就來共同來謀劃那個假造書的事情 把封城秀琴給他錄掉 你看這個手法就造出一個那個人 跑到你身邊去 手法常用啊 所以我我懷疑他就是 他造出了一個中國官 但他不是漢奸哦 沈維靖不是漢奸哦 他只是來配合的 他認為這就是一個生意啊 這是一門生意啊 他只是不知道說你這個騙局沒有被拆穿就好 你被拆穿那就是殺頭生意的 後來真的殺頭 兩個都死 沈維靖死了 然後十天三成慢 這不是十天三成跟這個小七星長慢一點 是之後死了被德川家剛殺的 你看這邊這邊就猜對 他說你是打算和明朝直接協商嗎 直接協商大概 真實的狀況就把底牌露出來 我在中國那邊 在明朝那邊 早就已經有了 有人了 而且他雖然只是個商人 但是因為各種關係 我們可以把他變官 變成官 讓老朋友假裝陌生來跟我談判 那就好談了嘛 所以後來為什麼那麼好談就是原因 所以我這個猜測是對的 這邊是也上演了一個韓式雏奸 就是日本人跟順窩的那個韓國人 那個 共同來那邊當那個什麼 大東亞共榮圈的時開始 哈哈哈哈 我以前小時候看那個什麼 漢奸跟日本人 就是講那清華戰爭時的那個 那個那其實都是國民黨 國民黨的漢奸跟日本皇軍在那邊 把酒言歡 共商 怎麼樣那個泰軍 怎麼樣跟泰軍合作 這邊就是韓國的那個韓奸 順窩 跟窩寇一起來吃喝 吃喝玩樂在這邊 就是我們共同在我這裡 我搞定 你們可以自由的往返 然後馬上就來這個 韓式雏奸隊來了 把你殺進來 而且不由分說 日本人跟韓奸一遇全部殺光 一個都不給你留 這是韓國人的優點 你看這個是真的 這個是真的 他們早期是 雖然說政治上面有些人是清日 到了後來 那個清日跟清 就是清朝的時候 清朝後期的時候 他們鬧了一個就是清日跟清中的 那個爭執 但是 不管清日清中 他們都不叫 不叫 不叫韓奸 都不是都不是順窩的 他們真正開始在除奸的時候就是那個 韓國 朝鮮滅亡 那個 已經撤擊被併頓了 這些有些人當然就 就要去當王民 就去當那個 日本的 日本的王民 然後他們那個時候就有一些游擊隊 就是專門 不由分縮就把你殺了 他們當然造成就是韓式逐漸 就是絕對不由分縮 絕對不由分縮 這一點你中國人要學 這一點是他的優點 你真的要學 你中國輸了一籌 你跟漢奸還要回歸 叽叽歪歪 歪歪什麼東西 中國人還會跟漢奸扯一些 扯三拉四 然後他就會辯解 然後到最後漢奸 漢奸那是很邪惡的 他一定是 最後來反殺你 所以常常中國人的除奸 除到一半 自己死了 然後有一些是 中國人的除奸 叫你去除奸那個人 本身是漢奸 就要向他戴笠 還有蔣介石 在當時要說要去除奸 除漢奸 可是到最後那些 後來汪精衛在死掉了 在看在日本投降前夕 死的 然後他的太太 那個陳碧君 在被審判的時候爆出來啊 我們哪有什麼實力當漢奸 真的能勾結日本人當漢奸 就是你蔣介石還有郭民黨那些人 他就大罵出來 當然法官不聽啦 最後也是把他通通都處理掉了 好幾個大漢奸處理掉 但幾下小漢奸通通就涉免 為什麼原本是跟我一般的 那你先前 犧牲了那個戴笠犧牲了很多人 有男有女啊 所以戴笠是個大王八蛋啊 殺的那個什麼李氏群 那個什麼幾個 不是有一個 有一部電影就這樣演的嗎 還找了一個中日混血兒 一個很漂亮的女的 去去去殺 結果沒殺掉自己死了 自己死了 那用美人計 那還有電影這樣演 演那個色誘嘛 什麼什麼什麼的 這簡直就是很荒謬啊 那派你去的人本身就是漢奸 那他只是為了 除奸來殺他的那個 以前他想除掉的人 也是國民黨同一幫的 那韓式除奸他的方法就比較 比較 他絕對是殺不認識的人 他不會同一幫 而且他們是什麼自發的 他們自己自發的 不會是你政府來組織 組織來除奸 你政府組織除奸 絕對 絕對有問題 因為政府和政治很黑暗 他是民間自己的那個 有幾對去除奸的 而且不由分手就把你亂刀 就把你開始 你跟他的扭曲心理啊 啊哈密的哈密的哈密的 啊就一直亂刀一直捅捅捅捅 捅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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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捅捅捅捅捅捅捅 那個時候剛開始 那些韓國人會會怕 就是那些韓奸會怕 可是事實日本人已經併吞了 你在那邊一直拿刀捅 我幹什麼 當時 那個大怨君在鬧的時候 你又沒有 你又沒有出來 你又沒有阻止他們 對不對 大英軍跟敏飛的事 那是後來的 朝鮮王的兩種選擇 那是不是高中了 他們叫高中了 可是他不管 你敢跟日本人說他就殺 不管就殺 結果當然後來殺來殺去的結果當然是到最後是韓奸 會得生 因為當時已經全部被佔領了 他就會去找日本人來殺那些遊戲隊 這些遊戲隊他也不怕 有一些還在韓國繼續鬧事 有一些就 當時也是史上慘重 有一些就跑到中國大陸去了 跑到中國大陸去了 那跑到中國去的話他就有不同的活動方式 那跑到 在中國東北活動 有一些是跟著國民黨政府 可是國民政府本身是漢奸 那有一些是那個什麼 當時他從北洋時期就開始 就在東北活動 一直到戰後都有 所以才有那個金正恩那一些人 金家的祖先 金正恩那是好幾派 好幾派真正強的不是金家的 不是那個不是金正恩的祖 不是金日成 真正強的不是那一派 是其他的 他們活動 有一些 也像虎昌 反正他就一直要想辦法 讓中國人跟日本人打起來 你要站在他的角度來講是對的 他認為你中國太 太 太亂了太弱了他還想辦法 他又想辦法 當時 那 我比較欣賞就是他的韓式初見 既然是見 那還有什麼好說的 而且一定是來暗來殺你 一下就 這個這個韓式初見就是 牢記在心真的是 對面那個這個不要跟他囉嗦 我就 暗地裡就是 痛痛痛因為你在按他在明嘛 對不對 就殺嘛用各種毒的什麼都來 那韓國人初見就這樣 什麼都來啊 那 那韓奸 你當韓奸的人他自己也知道會怕 因為他你自己知道你同胞是什麼特性 小人殺小人 怎麼會 會有那麼多囉嗦的對不對 他怎麼會囉嗦 小人之間互相砍殺 所以他們 韓奸也會特別的兇 然後殺韓奸的人也特別的狠 那我就是 承認 中國人數你一籌中國人看上去的那個戲就很假 而且 漢奸就特別噁心 然後你中國的那愛國的除奸的人 往往 殺人 殺奸 10個自損30個 殺人 幾百自損1000 就這樣 我就不喜歡中國的除奸 中國除奸很多很假 除奸的人本身就是漢奸 你要搞清楚 絕對不能是豪強 勞記 除漢奸的人絕對不能是豪強 絕對不可能跟政府有關 不能像蔣介石這種來路不明 跟自己就 流日回來的 你說你除奸 我呸 所以到最後蔣介石只能當 滑頭賤脾 我說黃大復健第一部分講 自己本身就不甘復健 所以講到那個除奸你一定是要有那種叫做愛國的 然後最好是那種 沒有外國關係乾乾淨淨的人 然後 很純淨 殺的時候呢 絕對不拖泥帶水 而且最好臨時起義 韓邦會臨時起義 捅人啊 他捅他們自己同胞是臨時起義的 臨時起義啊 那個臨時起義你就你你你那寒先防不住嗎 你突然就冒上來然後這樣 這樣子就像發瘋一樣就亂刀亂彈啊 他們之前擋真念啊 這這點學起來 牢記牢記學起來 因為我一直以為 在臺灣要殺他們的話看見 那你手上有些支援啊 槍啊 靠近管你 三七二十一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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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 打死在說嘛 這樣 除監就是要這樣除的 除監 大漢監就是要 就這樣除掉 他就不敢露面了 所以後來那些韓國人 那個 尤其他們扭曲心理嘛對不對 等到日本人離開的時候 那些有些韓監用盡各種方法跟日本人合作了 甚至還當皇軍哦 哈哈 我想後來 為什麼 他當皇 有一些韓國人當皇軍當的那麼狂熱 那另外一個扭曲心理 因為他要皇軍保護他 皇軍他知道很苦啊 但是他要皇軍保護他 因為他知道他自己同胞 是小人心裡心 心狠手辣的 他展現小人心狠手辣那一面的 所以平常 幫他壓殺自己 那些他很怕 所以後來很多人跑 就是日本投降 他還是跑到日本去 跟日本勾結 跟日本勾結 所以後來朝 朝鮮有些商會 他們後來還是有日本人的背景是什麼 因為他們那個時候日本人一投降 他們跑 很多就怕 怕你那些人要開始要殺我了 那個 而且真的也開始殺他們就跑到日本去繼續當日本人 然後但是 那個時候韓戰爆發 美軍回來 可是美國是 採在日本人的基地過來的 那他就跟著南韓一起回來 跟著 南韓的軍隊 因為南韓的軍隊 李承晚本身是跟美國人在一起的 李承晚那些 跟美國人在一起的 那 那跟美軍在一起 他們就從日本過來的 那些韓奸就從日本過來 就跟 就在李承晚手下 就成為後來現在 好幾個韓國大商社的老闆 始祖 他是這樣子的 可是你在北韓絕對死得一干二勁 對不對 你在南韓 還有機會活 那是因為什麼 美軍 又有新的泰軍了 可是當時投降的時候 他們是跑 因為他知道你這個 開始要清算了 要不是美軍介入 就沒辦法清算了 那韓奸又 又回來了 然後他們也不敢露面 他們是讓 就 經營 不能當政治人物的 他是當 商人 商社 我後來 知道那個韓國好幾個財團是這樣來的 他是靠著現在 新的虎倉 新的 靠著美國人 但是韓國底下的人是很討厭他的 很討厭他們的 那只要 只要你露出機會 給他他一定會暗算你的 所以他緊緊抱著美國人 所以現在那個 韓國很多 財團 很多都是美國人入股 除了為了要控制他們之外 最重要一個原因也是 那些 韓奸 那些韓奸他就 特別怕 特別沒辦法跟 韓國 底層的人相處在一起 當然不能相處 他特別就是 爆美國大嘴 這就是原因 這一點 這一點將來反正 所以我認為 遲早是北韓要來 滅掉南韓的 等到台灣收回去之後 兩韓就能統一了 兩韓就能統一了 兩韓 一定要中國完成 然後你們是第二步 這個是安排好的 所以你們 有希望兩韓統一的那個韓國人 你可以來問我 跟我要策略 我免費給你 我不要代價 因為我知道你的特性 我不要代價 我告訴你 你有力我有力就好了 所以我比你們韓國人還懂韓國 所以這邊就是派沈維靖 沈維靖你看一來 發現他沒有兵 只是個人說我要用三寸不爛之舌 旁邊人就開始質疑他 你看真的是小人行為 馬上追問那麼大軍什麼時候抵他 告訴我日期 你韓國人也未免太現實利益了 沈維靖沒帶兵來 真實的效果 沈維靖發揮很大的功能 可是這一部片是在 羞辱沈維靖說他是個騙子 他也是按照中國人的說法 這部騙子也按照中國人說吧 那當時 當時的那個柳成龍可能也認為他只是個商人在那邊 跟日本人在那邊搞搞陰謀 實際上發揮很大效果 原因是什麼 跟日本的日 日監 勾不大他不是漢奸 但是他 導引日監去做他日監想做的事情 然後這邊 他說你沒有兵 派一個來他就一直質疑嘛 結果沈維靖就講一句話 皇上殿下你是不想聽從皇上陛下的意思嗎 就要拿 拿這個東西來壓他 一定要讓皇帝壓他 那 那個曹新軍臣馬上就不敢講話了 把皇帝翻出來 他不敢講話了 他說 不是這個意思 然後我絕對不是這個意思 那 那他說你到底想要去跟日本人談什麼東西 我沒辦法告訴你 這是皇上陛下的意思 你不想要 聽從皇上陛下的意思嗎 不不不 然後就授權給他 你去代表 因為 朝鮮自己沒有權力談 玩到 沒 你自己的外交已經不歸你自己管了 鬧啊 不是人家不想歸你管 不是 你看日本人也很想找你談 是你自己搞那個啊 前面講的 搞到他們沒辦法談 然後這個時候又在怪說 你搶了我的外交權 這個有點想那個什麼你看底下那個 什麼你不知道 內容就給他權權了嗎這個柳成龍就在罵 就說你 認為明朝想了他的那個外交主權 你這樣子啊 然後你朝鮮王昏庸啊 你怎麼給他外交主權 可是你要想想這跟你柳成龍有關係 因為你們這樣鬧 沒辦法談了嘛 兩幫要鬧鬧鬧鬧鬧鬧 前面那種種沒辦法談了嘛 沒辦法談的話 那當然 現在人只能把外交主權給他 可是底下人都很怨恨 所以就像前面講的 就說你 你那個 他明朝鋼派兵來 就要罵明朝薄情了 他出動一個死結 就要罵 你都不給我們知道 那你自己去談嘛 所以你為什麼要讓南韓棒子跟美國人玩就是這個原因 你看美國人 軍事指揮權嘛 韓國就一直在罵沒主權沒主權 啊 可是 你又不能指揮因為你原本 李承晚那個部隊就是傀儡啊 人家不喜歡的因為 你是找美國鬼子來啊 美國大兵來的 人家比較不喜歡 先天就是排斥 在當時的韓國 先天是排斥的 他比較希望是金日成的 那只是你美國的那當時實力的問題 所以為什麼那個 兩韓一開戰 金日成 秋風扫落葉一直打到大秋 一直到麥克拉瑟從 後面 仁川登陸的時候 才造成 北韓軍隊崩潰 在完全是美國的拳頭 造成當時的明星是不喜歡 李承晚的 雖然李承晚是正統 你那個金日成是 從 中國大陸不知道哪裡 哪裡過來的 不知道從哪裡過來打遊戲過來的 李承晚是 李世王朝的後 後人 他是正統的 那 可是大家不喜歡李承晚 認為你是 西洋人的那個 然後又從日本 搜了很多日本的那個跑到日本的韓間我跟他講的 那個班子來的 那明星是支持 本來是北韓的 所以當時那個軍事指揮權 他們的軍力很弱 那軍隊都是 都是 散散漫不聽話 然後美國發現這樣不行我要指揮你 控制 我要指揮你本來他還想要指揮蔣介石 搶蔣介石的兵權 台灣的台灣是堅決不給他 那蔣介石呢是不給他 現在民進黨是很想給 但是不敢給 不敢給 不敢給 這個 所以他結果是韓國人是相反的狀況所以他馬上怨恨美國 他現在是非常怨恨美國就這個 上次我看過幾個韓片就是 韓棒看到美國撕牙裂嘴總是在欺壓我們 他們電影可以這樣演 因為他們全部是扭曲心理 這很好 達到了台灣都做不到的事情 真的是這樣 就是這個行李 你看來了 要開始醜化他 要兩個花姑娘 那是一定要的 要去那邊 可是兩個花姑娘 就要有人來 就要有兩個 這個官員在那邊 拼命在那邊 監視啊 在催他 在盧他 那就是女子小的男人 你現在可以知道 這個情況可能那個 袁世凱也遭遇過 他不要花姑娘 他要公主 那你們底下人就不要靠近 他就可以跟花姑娘來談了嘛 可是袁世凱在那邊待得太久 就 就引起很多怨恨 因為 你吃喝拉撒 所以 後來袁世凱 不怎麼打 打了 剛開始賣力了 那後來又不怎麼賣力 又不怎麼賣力 可能有很多原因 因為世凱本身就是投機分子 但是他在那邊已經領教過這些人的 特性 這邊講 兩面派不值得信任 底下人認為 獨擺 他在那邊 在那邊歸車拉席 這那個車 但是 他這邊安排也是說 這一幕安排就是真的 花姑娘 常常中國官員來一定會有要花姑娘的 有一些一定要花姑娘 廢話 換成我 我是那個中國官員我也要 因為什麼 我來這裡替你處理 你要怨恨我 你一定怨恨我 然後會搞那麼多奇奇怪怪的那個小人部署 那我得到好處 我能得的我先得 先得再說我再幫你賣力嘛 人都一定這樣想的 這一點就算是中國皇帝也不能管 原因是什麼 我真實情況是 你來到小人之國 外號是君子之國 那底下都是小人 來到這裡了 他來到這邊談判跟 他這邊談判他就錯了 他這邊沈維敬跟 跟 小薪行長談判好像是陌生人 那個 小薪行長說他要給大明朝朝共 但是 扯來扯去就扯這一套 那最扯後來清朝末年的 也在用這一套 也在用這一套 雙方也是在朝鮮談判 但是那時候局面已經不一樣了 局面不同 因為那個 日本對於當時他們已經明治維新了 他那個時候力量 借了西方人的力量 借西方人 當時清朝又不願意動作 所以情況不同 那這個時候 那個小薪行長是 說他要朝共 可是事實上 你看我皇道無間 我敘述的這一幕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場景 小薪行長跟沈維敬是很熟很熟的 很熟很熟的 真實狀況 不會這麼陌生 不會在互相恐嚇來恐嚇去 不會 那個只是有一些是留官樣文章給你曹先生看而已 他們私底下有另外一套 後來他們 也發現了 也發現 但是不知道他那一套到底是哪一套 然後這邊講 回來了 他說我已經 休戰了 一提到休戰 曹先生罵 大聲一片 你看就是小人 他怕被你沈維敬出賣 當時是真的 因為沈維敬那個時候 去 跟小薪行長談好 因為他早就認識 私底下很熟了 搞不好就是老朋友 然後 得了一個協議之後 當然他不能把這個協議 他想跟 小薪行長鬧的這個 這個協議告訴你朝鮮王 他當然不講 他當然不講 他扯的是另外一套 結果 但是朝鮮人就開始抨擊他了 就開始 質疑他 所以他 在朝鮮人的那一 那一邊他又要 講另外一面的話 另外一面的話 然後逼急了就拿皇帝來壓你 一踢到皇帝 因為他畢竟是喪屎了 我代表明朝皇帝 所以也要給他一個尊位 他們就像奴才在旁邊 可是他這些奴才就是講一些酸話 好最後講好話給你聽 這個這可能是真實 就是說 我跟他談休戰50天的目的是什麼 是等我們明朝援軍來 一聽到這樣子 朝鮮王就高興了 你真是張良 諸葛亮 你看 我不要再講那兩個字 先前罵 質疑 一聽到這個就說張良 諸葛亮 然後終於他說我能夠睡一天安穩的覺了 結果大臣們又來提供選項了 但實質上這是最下方 你只能信明朝 他就說重慶你就見不得寡人能睡一天安穩的覺嗎 又要來跟我鬧沈維敬的事 沈維敬是說 這樣講了嘛 就按照明朝的方案走啊 你也只能這樣啊 不然你自己去派人談判 不然你自己去出兵去跟他打 明朝也管不住你 對不對 那你又不能打 你又談不了 那卻要一直叽叽呱呱 所以他就罵了 你不能見 我隨你 然後警告他們誰都騙去同馬封鍋 這個時候兩邊休戰 他說義軍都 都已經準備要反攻你怎麼可以叫我休戰 但是朝鮮王就下命令不准不准同馬封鍋叫義軍通通都不准弄 派命令命令不准要等明朝的遠軍來 那底下的人不理他 底下人 你你你講你的他怕 他怕這個 這個事情在後面發生好幾次 就是每次 小薛行長跟沈維靖掛鉤要和談的時候 韓國人一定要出兵 死也要出兵 為什麼 因為他怕你你出賣我啊 所以後來在日本和談就是那個 在日本談判後面會講 他一樣跟你搗亂啊 小人啊 我不要再念他兩個字 你在和談的時候他一句你出賣我君子之懷德小人之懷土啊 君子之懷行小人之懷惠啊 啊 傻 他這個時候就一定要打 先前你又不能打 發現有可能 被出賣就要打 所以老師在 我認為老師至少在 這個時期 他就摸透了 曹仙人的本質 那就知道他的用途在哪裡 他有他的優點 他有他的優點 比方說我前面講的 尤其除奸隊 他們除奸隊不講任何道理 不知從何處方面來 我就很欣賞他那個 除奸 尤其